除了是張宇蘭跟蕭宇文之間對決 我覺得是彈上這邊啦 李恩勳跟江子綸 可能會是在兩軍交鋒的時候 我覺得最...就被... 可能比較被打... 直上直下就是N1 或者是直接拿下2分 這會是今天的終點 對 排賽要來觀察就是 陽明怎麼去降低蕭宇文的破壞率 另外就是彈上怎麼去建築到 陽明他們3比2 雙方在一開始 都希望把防守的黨員也拉上來 這次也讓蕭宇文拿球的位置 盡量往外靠 對 不太可能去... 我又是蕭宇文 從一槍之後我拿到籃 協防跟幫忙防守 甚至祭出包夾 4比3 但是張宇森的優勢 給到了右邊底線游欣化 終極一把起命中 來到陽明高中的先發五輪當中 江子柔 張宇蘭 廖家綺 還有游欣化 這4個人都是連打3年的SP 所以今年就是到了這三年級的球員 我現在是他們沒有...沒有道理 喔~~ 來自楊明高中國中部的後手 對 絕對也是楊明瀻遺 thirty 圍奧的小跑車 這次抓到了進攻藍板 協文 wh concentrated 最近之前前面騎場比賽在整個進攻端啊 尤其是 喔齁齁 直接前面的邪路搭了 非常強暗之後發動快攻 我看到隊友的人數不太夠 我決定先把節奏給放慢下來 壓下去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配合 給讓了由心化 兩人小組的搭配搭半個分 我剛剛的推進其實也看得出來 張宇良的破壞力喔 在身體對抗之後 是連續要過對方的防守 對他身高這種170公分以上的球員 就是過掉對方 我覺得這一場就是真的 看得出來沒什麼好保留啦 球全輪屁還在單槍手上 這一次的傳球受到的干擾 但反而是 不過小不多的動作 以現在籃球來說 其實 呃 這樣子的打法效率是真的比較偏低啊 這一次右側的前路 兩分跳到 同時造成對手犯規 二年級的後衛 對上覺得是由心化 我現在將手倒在地上 進攻時間還有最後的12秒 楊星恩 再出籃地下 哇這個 那個傳球真的 現在李恩欣 發動快攻 對你要說現在的 彈桑有攻的很順嗎 其實大多數的得分也不完全 火起來啊 剛剛也是彈桑 今天的第一顆三分球 對有三分有衝搶 有內線攪迫 而且有傳球 不過陽明這邊也立刻的環力嚴死 剛剛四分的差距 李恩欣碰到 薑紫隆的防守球掉了 薑紫隆的防守球給撥走 哦這個 大家應該待會可以注意一下美麗姐的表情 你的控球 你的主控 一對一被正面給在撈 不過就是在常人啊 你在switch之後 完全把對方的切入跟側硬的空間啊 完全踩死 你應可給他放投這種 對 張宇蘭 面對小儀穩了一對一 斜過之後想要找隊友有沒有成功 不過球權還在在陽明這邊 剩下座的兩秒 張宇蘭 成功參賽 張宇蘭 他繼續要賽的經驗了 在這個賽季 當然也希望能夠承擔更重要的角色 張宇蘭 面對小儀穩了一對一 斜過之後想要找隊友有沒有成功 不過球權還在在陽明 組這邊啊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 時尚非常非常少見 當然現在他的角色更重要的是 怎麼樣帶領團隊 可以能夠打得更好 這樣子哦 哇 隊友能夠在下一秒下兩秒 能夠出現的位置 那另外就是在彈商這邊 已經連續兩次了 高位要高中鋒 接球的時候是產生失誤的 但其實張宇蘭的球員要知道 這樣子的打法 對小儀來說 應該是破壞力最低的方式 球進化 直接塞到右邊底線 這個三分球投進 不要加起 也總算把主線給找到了 場一樣 外線的出手 我這次想要找打板的角度沒有成功 彈商推快 四打三的機會 李恩馨 長距對兩分球 這邊乾脆不等 黑色球衣的彈商 擔有十分的優勢 張宇蘭 收球 給到了隊友手上 哇 張宇蘭 再給廖家綺 碰到蘇天欣的防守 給到罰球線 游行化 右邊出來 接應 這是在第一集我們看到 楊明 你要對球隊做出貢獻 韋詩雲這次Cash and Shoot沒進喔 藍底下還有張宇蘭 拿到了進攻籃板 那必須說張宇蘭跟肖宇文兩個人 今天其實整個進攻都跟過 看到肖宇文之後 再繼續附近拿球 連框都沒碰到 所以給到目前為止 其實肖宇文還沒有拿到任何的分數 韋詩雲 自己再把球拿回來 再寫 兩分一斷 同時還造成了戰勝的犯規 給到右側 接過李恩馨 後發牽制的超級 在楊明這邊把球隊拿回來 藍底下 勾進兩分 跳加起 他得漂亮 這一段期間包含楊明 他們的進攻籃板 還有他們在 打了一分多鐘的時間 雙包都還沒辦法得分 不過這一次 魏詩雲 交到藍底 魏詩雲到目前為止 又有11分進上了 51比55 帶進來之後 中距的打板重進 前面這一拍 王明之戰 絕對也是他的代表作 翔子雲 再回給魏詩雲 鍾俊雲 這兩分拿到 才會同時享受 兩邊高中的中鋒 現在有3分之分 都幫到楊明了 對 這是一個很漂亮的處理球 文行會的出手 沒進 藍底下 夏宇文 拿到進入籃板之後 轉身找籃框 打板得手 一場的底線球 行過時間還有只有8秒 射出籃框 這個防守端直接壓上來了 張宇蘭決定直撐 三分球決定 很及時喔 前面那個傳球必須誇獎一下 以為在看那個表 想要直接用打分式的場所 終於現在楊明兩分的領先 左邊領先 郭寧物的出手沒有 籃板球的增搶 蔡玉婷想要撥出來 這一組成功都拿到籃板 現在彈上這邊在半場進攻 攻的不順情況下 會有很多這種 其實不是戰術內心 雙方在第四節 真的得分都不是很高 給大家的江澤友手上 李恩石英盯上來 張宇蘭 右邊的側翼持球 三分外線 哇哈哈哈哈 張宇蘭 彈上來發現場的底線球 直接開進來 結果發生了失誤 江澤友拿到球 之後現在是一打贏的快攻 這裡收球要找籃框 剩兩分拿到 66比62 這樣子喔 這個油門絕對是 採集跟魏詩雲喔 這是目前楊明的場上五人 張宇蘭 哇哈哈哈哈 又抓到兩分 哇